黃河色泥水 夾彈泥沙土石 不斷沖刷下來 河道堆積的沙石越來越高 距離明霸克路鋼片橋面 也越來越近 就怕好雨一來 溪流就會淹沒橋面 怪手不斷趕工 要清除淤漆的土石 南橫公路最近一直有持續降雨 突發土石流不斷 而在嘉義阿里山 大雨不停 遠近冒雨 上前關心 因為這名駕駛的車子慘遭落石雜重 女駕駛幸運的毫髮無雙 但車子的前擋風玻璃碎裂 車身凹陷 要爬進車內取出物品 還得先搬移開落石 25號下午駕駛行進嘉義阿里山 達邦公路明隧道前 與市造成山坡落石 正巧砸中他的車 還好人平安沒事 落石砸中休旅車車頂 擋風玻璃 自車身嚴重損壞 呼籲用路人連日大雨 導致山區土質鬆軟 民眾避免上山活動 華視新聞嘉義高雄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